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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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梁敬輝 這次在飛虎 《雷霆極戰》裡面的角色 就叫做唐永飛 其實這個是一個 挺悲劇的人物來的 你說他是壞人 他又不算是壞人 但你說他是好人 他又不算是好人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旅行 目標就是要帶一個 U.C.安全離開 而U.C.是唐永飛 唐永飛是臥底? 這次在飛虎裡面的角色 就叫做姚家南 他是一個鑑證科的組長 都是A隊裡面的其中一個成員 他是一個孤兒 他的世界只有三個人 他爸爸阿飛 即維偉 還有阿龍 阿卓希 他們兩個就是我 從小到大的 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而維偉 其實我跟他之前就是 曾經是有過一段情 之後就因為一些事情就分開了 其實你連連搬 他連連都知道你在哪裡 為什麼你不跟他說清楚 那你是警察 為什麼你不幫我 那我用什麼身分 朋友 這次這一輯 其實他的愛情線 和感情戲都很豐富 之前都沒試過做這類型的角色 就是其實心裡有很多東西 都不去說出來 然後還要是 可能到最後最後才真相大白 一直在心裡的感情戲 是很複雜 很難去表達出來的 其實他的性格 就是比較孤僻一些 他不笑 不說話的時候 其實好像生氣了全世界 如果香港有人想做軍火物流的話 這件事由始到終都是他手上 如果我是他 我會把所有配件集合在一起 合成之後再賣出去 我和余香瑩 這次第一次和她合作 我覺得這個女演員非常之好 她在現場基本上 是不需要拿劇本出來看的 當日要拍的東西她很細入腦 我覺得她真的很用心 和她合作拍很多戲份的時候 大家都很信任大家 所以演起上來 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始終你不思議 你會看中心的 那個會不會